购物平台百家争鸣 从以往的电视购物这战火继续延烧到了网购的电商平台 更从台湾的销售网拉长阵线到了东南亚的市场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带您来看到 MOMO购物是如何运用经营行销策略 将电视购物结合网络冲出了一年250亿元以上的营收 还有如何来布局海外的市场跟经营策略 带您来看看环宇新闻记者赖伟凡 严俊强跟黄玉成的专题报道 四 三 三 二 一 进 当然今天这个档次很特别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发送的价格 主持人一大一唱 卖力介绍商品 搭配时不时营造的抢购氛围及赠品优惠 从电视机中抢供你我荷包 你好 就上次有凌鲁你来领那个样品 赤卡纯屠搭VCR 就是要卖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它因为电视购物它的长处就是它能够有很长的时间 比如三十分钟让你去阐述一个商品 好商品就不怕没人买 自信说出销售关键 它是猫猫电视购物总经理林启峰 在它的带领之下拥有三个频道的猫猫购物 已要成为电视购物龙头 据年营收冲破250亿元 因为我们有电视能够无时不刻的提醒消费者 我们有一个网站 所以无形中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文宣的成本 不担心日益减少的电视收视群 MOMO翻转市场的关键就是积极冲刺网购市场 电购网购双管齐下 做人MOMO自认为两者的起步都算晚 但是借由买网路流量推折价券 购物金等行销手法成功功成略地 反映在资测会最新统计资料上 2017年台湾电子商务规模 渴望达到一这两千多亿元 其中扮演领头羊的B2C MOMO购物网旧牌前三大 网路180万个东西 然后让消费者在那边自由地选 他透过搜寻去找到了 所以我当然可以知道说 现在整个时代的脉动 所以你会比别人更清楚知道 说消费者现在在找什么 甚至他没有买 我刚从他搜寻了 每个画面停留的描述 我就知道现在大家在看什么 这个策略 MOMO网购发展之初 靠的是女人 主攻女性商品靠消费主力 冲高购买率 扣原稳了品质当然是根本 直接在办公大楼里设立实验室 食物保养品出货前都得先抽查 精品更是仔细 摄影机随时紧盯作业台 避免事后产生纠纷 网路无边际的购物世界 并要做大 台湾市场当然还不够 泰国人我们刚去的时候 他们都说泰国人没有摸到东西 他们不愿意买 但后来其实我们去拿了一些 国际的数据 发现其实泰国已经很多人 他们到美国去买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在一个新兴的市场里面 他们的假设不见得是对的 选择到有六千万人口的泰国 开疆辟土 目前在泰国的营收 一个月约一亿元新台币 我觉得找到能够有经营的 相同理念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是最难的 有时候谈了两年再换人也有 再摸不到商品的网路购物 让消费者按下订单的就是信赖 抢进泰国市场后 MOMO也评估与菲律宾 马来西亚 越南等当地业者合资 扩大布局东南亚市场 借油打亚洲杯 也让台湾商品能够搭上 销往世界的购物车 黄运新闻严峻强烂尾反黄运辰 台北报导